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潜贤大德 大家晚安 今天我们张德天恩师德 还有我们主师的洪池 以及我们师尊师父两位老大人大恩大德 还有我们前人以及各位的团师礼拜 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来研究《易经》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研究这一个卦 就是第十三卦 同仁卦 什么是同仁卦呢 其实我们都说我们有一个大同世界的一个理想 就是同仁卦 所以同仁卦它基本的架构就是 一定要达到世界大同的一个境界 所以它六要 你要达到世界大同 第一要最好 为什么 出门交友工 就赶快出门了 就是去躺平的就对了 第二要最不好 第二要为什么最不好 因为它说要世界大同 都是喊口号而已 自己躲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第二个就是最不好 第三要就是受考验 现在它的理想国很大 想要去创造世界 达到这个理想国的一个世界大同之境 可是很多人会帮它 齐笑它 就这样 第四要呢 它有野心 想要当地王的君王 可是到最后 它悬来热马 赶快唱会 这个是第四要 第五要呢 是最好 也是很好的要 它得其食又得其味 又有德性 所以又跟第六要 这个什么 阴阳相应 第六要也是很好 因为呢 它已经达到世界大同之境了 所以同仁卦的一个价格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我们来看它大概的一个含义 第一个就是相见夫礼 还记得后天八卦吗 相见夫礼就是后天八卦的那个燃光 对不对 东方加以古事物 地出无证 还记得吧 来齐乎序 你别听话呢 这个是后天八卦的相见夫礼 记得吧 我在讲什么 知道 后天八卦的东方就是 地出无证 再来齐乎序 再来相见夫礼 叶也也不对 对不对 所以相见夫礼就是在后天八卦的南方 为什么要讲后天八卦 因为后天八卦的南方就是离卦 那个先天八卦的南方就是前卦 那这种卦就是先后天同位 就是先天也是那个方位 后天也是那个方位 所以叫做先后天同位的卦 所以只要是先后天同位的卦 都还蛮不错的 所以你看看 那相见夫礼就是同一个位了 什么叫相见夫礼 就是我们道中说的 民情建计的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它也代表古和童 各位姐姐同人吧 所以同人也代表着 一个古和童的写照 那什么是古和童 各位姐姐知道吗 我们第三宝就是古和童 叫做和童 好大同世界 这是你讲我 然后同人卦要同舟共济 要两人同心同心同德 所以家庭来讲各位姐姐 只要我们家里的那个什么 夫妇可以像这样同人卦 你们家里一定非常和乐的 为什么 有这句话讲 养人同心齐利断金 同心之也齐秀而来 所以家庭就是夫妻 就是要两人同心 然后一个团体来当中 上下要同心 这个团队 这个团体一定非常的兴旺 如果一个团体上跟下 或者同心同德的话 或者跟你讲 那个团队一定会兴旺 国家也是一样 君王跟成人要同心同德 君跟成人没有同心的话 整个国家可能会 会刮截掉 所以各位姐姐你就知道 两人同心它的重要性 最重要是什么 你这真人跟假人要同心 不要说你的假人想要什么 就是你的真人想要来研究经典 可是你的假人来说 好累喔 我想休息 这就没有同心了 所以各位姐姐今天会来参加这个班 就是你的真人跟假人有同心同德 你今天才会踏入这个益经的殿堂 所以要恭喜大家 这个都是两人同人挂 稍微以先后天同位来讲 下个礼拜要讲大有卦 大有卦是六十四卦最好的卦 因为他这个抢红 千瓦 所以大有卦 听得就是你动到大有卦 就是一定要故事 所以因为同人挂 打过来就是佛天大有了 相中的话 所以同人挂也是先后天同位 大有卦也是先后天同位的卦 所以同人是什么 东方人持心统持力统 西方人持心统持力统 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到传幻国九州 因为不管你是东方人西方人 南方人北方人 不管你皮肤是什么颜色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五属 就是有青色的 有红色的 有白色的 有黑色的 有黄色的 有黄色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属于黄色的 黄皮肤 有黑色的 贵州那边都是黑色的 对不对 各位前点你们看过那个青色的吗 或者真的青点看过青色的 那个不知道哪一国人 他的皮肤真的是青的 他很漂亮 非常漂亮 白色我们常常看过 红色的也有 红棺 他的皮肤是红色的 所以你看 这里的意思就是 不管你的几乎是什么颜色的 佛性问题都不一样 这个叫处心统 处理统 了解吗 同人话都是在讲真的 所以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赶快 把道传幻国穷做 就是不管你是哪里的人 不管你是东方人 西方人 南方人 北方人 中国人都一样 都要度尽 所以现在要度尽 九六元人就是这样 虽然人类不一样 皮肤不一样 思想不一样 国家不一样 文化配情也不一样 可是都不要紧 可是你佛性本体不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要达到世界大同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先天八卦 摄政卦三心三亚 后天八卦也是 还记得吗 我们先天八卦 就是那个前卦在南方 空卦在下面 对不对 所以他的摄政卦就是三心三亚 当世之卦 黎卦就是在东方 西方就是坎坎 所以也是三心三亚 还记得吗 如果是这样的三心三亚 卦合起来 代表是什么 再生不争 再反不解 代表说你在先天的一个佛性 也是这样子 来到过天的时候 你的佛性本体也是这样子 为什么还在这里流浪生事 因为你没有玻璃见智 就是把你的佛性本体没有的 把它割持掉 所以就是合无自知 就是这样子来 所以我们佛性在圣人 圣人就是在先天没有比较多 然后再反也没有比较少 所以各位前点这一句话 就给我们很大的故意的 为什么圣人也是一样 我们环璐也是一样都一样 为什么大家可以成为圣人 我们成为环璐 结果是差一个字而已 就是迷 我们迷失了变成环璐了 圣人开悟了他变圣人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观世菩萨才有讲一句话 圣人本事环仁咒 只怕环仁心不坚然 也有人说先我本事环仁咒 路意识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 鲜活本来都是凡夫俗子妻修来的 所以你看鲜活跟我们长相一模一样 一个眼睛又鼻子又嘴巴又耳朵 所以有一次我们前人 都到香港去了 我们香港那里道歉很可爱 随便叫来都是七十岁以上的 真的 大部分三个人加起来都两百多岁 他们那边的人 健康状况很好 身体状况很好 后续发现他们为什么身体会那么好 因为他们只要一出门就用走了 一出门就用走了 走一小时两个小时都是小贴时的 真的都是这样 为什么他们都用走了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脚踏车也没有骑车 也没有交车 为什么没地方逛啊 你有钱也没有逛 所以他们唯一的工具就是用走的 你说言语点呢 他们就坐公车 所以他们的国家把他们的交通设计得非常好 就是不管你要去哪里 反正你走出来就有公车可以坐 有地铁可以坐 有什么高铁可以坐 都会很方便 所以他们根本也不用买车欸 不用脚踏车欸 不用机车都不用的 所以他们就养成一种习惯出来就是用走的 法的走就是一种运动的 像很多道青来活的活堂 都说要走一个小时 哇 用走的来活堂欸 所以很诚心欸 所以我们去香港办很好办 怎么好办 第一个只要联络说什么时候开班 他们一定想办法自己来 用走的做工作的 不管怎样他们自己都会来 不用像我们台湾啦 我们台湾说要开班 我开始了 什么人去哪边载人 什么人去哪边载人 都是这里要在那里要在那里 好麻烦 而且你又要买三四台的公车 那个什么公车 香港都不用 只要放不出去 他们就自己过来 就是这么 我们前人的有一次就是去香港 就是因为要住他们嘛 跟他们讲道理嘛 我们前人讲道理都很活泼的 然后呢就坐在那边 坐在火堂的前面 然后他就跟那一群人讲说 你看看我们跟那个星火 长得有没有一样啊 他们就说一样啊 有耳朵有鼻子有嘴巴有眼睛啊 一样啊 然后我们前人说不一样 他们说哪里不一样啊 这样子啦 那前人就里面注意看 看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真的很可爱 就跑到火堂去找一只找 到底跟我们人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找了半天 前人慈悲啊都一样啊 眼睛彼此什么都一样啊 他说不一样 因为鲜果这里有一点 我们没有一点 这样子了 对对对鲜果这里都点一点 然后呢 现在前人就开始讲到 为什么那个鲜果要点一点 因为呢 点一点你才有机会成为鲜果啊 你没有这一点 说明是一只点 你没办法超生了死啊 你没办法超生了死 你就没办法当鲜果了 所以你看我们前人路人就是这么 这么活泼 所以我们那个香港大陆也就是 因为这样子 他都开始一直一直慢慢的风采出来了 所以你看 圣人本事凡人做 只怕凡人行不见 只要你坚持到底 每个人都可能成做什么道 因为呢 圣人给我们保证的 所以迷者千万里啊 悟者离不吵 所以你看看哦 因为我们当团幕了嘛 流浪生死长生苦海勇士真道 一定会永远都迷失在这个人世间 可是呢 我们今生今世啊 遇到了三朝五度 然后呢 人生难得经理德 山其难欲君理欲 林思蓝虹经理佛 中国男生经理生 所以本来四个很困难 变成很容易了 所以你看我们今生才有办法来求道 来修道来办道行道了道 所以你修到某个阶段 只要你一开佛 后来跟你讲 悟者离不吵 当下即是先佛 所以你看 这个都是圣人给我们留下来的话 所以为什么要修 因为迷的就是要修嘛 就好像你迷失方向 你一定要赶快去问人啊 我今天要去哪个地方 要去台北 可是呢 你方这样搞错了 往东啊还是往西往南啊 你怎么走也走不到啊 你迷失掉了 赶快请叫贵人 请叫迷失 迷失 给你指引 你走错了 你应该是往哪个方向去 然后给你指引之后 你慢慢走慢慢走 总有一天会走到你的目的地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是要达到一个灵性见性 就是开悟 所以你只要开悟了喔 当下即是喔 所以我们的活性喔 他没有来也没有去 没有生也没有妹 欸 讲得好像脸龙统 啊真的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彼者众生 固者就是活 就是活了 意思就是一样的 所以人倒来讲 因为头天挂 从后天往的先天 这个就是以前我们说的先天八卦的 抽坎天领 还记得吗 抽坎天领 后天八卦不是那个什么 坎卦抽起来 贴那个灵卦嘛 这个叫后卦 抽坎天领 功夫了 这个初准办理讲的 所以人道成的 天道自然成 就是我们今生心事呢 就是在家修 现在已经开放到在在消修 我们不用出家了 我们不用把头卦 离光光 当河山 当于空 哎 或者说跟大家开玩笑 这个处两个好 后面就不用了 听说处两个好 很辛苦 用那个 有那个 那个香 这样鼓 我说 这个好像是受酷刑 所以我们就是在家修 你既然在家修 你也可以取老婆结婚 然后呢 要创业 赚钱 而且呢 要孝顺母亲 就是你要把家里顾得非常好 这个叫做人道成 天道自然成 你不要边执一方 不要说我全部都要顾先天 后天都不要顾 这样也不好 因为有时候啊 你全部的信力都贡献在道中 这个当然你对道很好 可是广化会引起了你的妻儿的不满 还是说你家人的什么不谅解 反而会招来考验 反而这样不好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妻儿照顾好 家里高照顾好 该赚钱你就去赚钱 该上班你就去上班 然后呢 道中有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的来拨控出来 大方阻导 这样呢 先来人道成 天道自然成 所以呢 讲到人道就是要讲到孝道 所以讲到孝道 一定要提到这个真子 因为孔子的时代啊 真子是二十四孝为防守的 所以有一次呢 孔子说参夫 参就是真子的名字 他说新王有志得要道 以顺天下 您用和睦 上下午夜 你知夫 意思就因为啊 以前孔子 就在来休息也好 在来看书也好 他的弟子 一定没有有一个人 站在旁边 服侍他 所以正子呢 就那一天呢 没事情就轮到他来 服侍那个孔子了 所以孔子呢 看他在那边 就跟他聊天了 他说参悟 以前的新王 为什么他们可以把天下 治理那个好 风调以顺 而且呢 以顺天 就是他们的德性 为什么那么高 可以把国家的治理 那么的一个好 而且呢 他们就是用他们的德性 来带动整个 人民的一个风气 以顺天下 您用和睦 为什么所有人民呢 和和睦睦的 也不会争讨 也不会来争夺 所以上下午夜 上呢 俗行大的一个法 下呢 就是遵照上面的一个法 来执行 而且不畏怨天留人 为什么以前的新王 有这样的德性 你知道为什么吗 鲁之至乎 你知道为什么 也会这样子吗 然后呢 曾子必熙 参不敏 何足以滋滋 因为那时候他们都是 跪在那个草席上面的 然后呢 曾子听到这样赶快站起来 都向那个孔子行礼 他说 老师啊 我 饼就是 不饼就是很笨的意思 然后我很笨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的先王 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是不是老师的一个教我 所以孔子就继续说了 忽晓得之本也 孝之所由生也 忽晓无欲如 意思呢 因为新王 他们都是做一个子 就是孝 他们本身就把孝 做得非常好 而且把这个孝 当为修得之本也 就是一个人 我们今天要尽得修业 如何修得 就是一定要孝顺母亲 这是最基本的 所以你看那个韩老前人 他常讲课的时候 第一个重点 都会问所有的班典 你们的父母亲求到没有 都是这样子 如果没有求到 你就是不孝 他讲课都是这样 他就是鼓励所有的班典 你既然知道天道这么好的 为什么自己的父母亲都不动呢 有的人就举手了 前人慈悲啊 我的父母亲不相信 我母亲不相信啊 还是说他们反对啊 还是怎么样 就是很多负面的 前人怎么讲 你不管怎么样 因为你知道你未来出班 就是代表你已经领你的 你既然领你的 知道这个到了宝贵 你一定要赶快度领和母亲 即使他们再怎么反对 你一定要用你的成绩来感动他们 如何用成绩来感动他们 他说怎么样 你用跪的也要把他跪来 你看 所以你看他们前人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在鼓励人家 他说你什么人没有 顿都不要紧 可是你的父母亲一定要不来 就是这样 不然用跪的 这有没有用跪 或是去郑州 有一个女孩子 那时候大概二十一岁 有一个东大学 因为他也来听 听完的时候 他非常划喜啊 然后回家就跟他 爸爸说他要亲口 他要吃灾了 这一辈子都要吃灾了 他爸爸一直反对不行 不行就不行 你知道中国大陆那边都是一台之后 他就是 那父亲就是这个女儿而已 好像宝贝一样 我的宝贝你今天要跑去亲口 要吃灾 这怎么行呢 不行 父亲一直反对 你知道他做一个动作 他说马上跪下来 跪下来 就跟爸爸讲 爸爸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我就常跪不起 真的就再来跪一天 爸爸也别抱我了 好了好了 就顺着他了 因为爸爸也很明理 因为他知道说 女儿又不是要做什么坏事情 他是要吃灾 然后呢 要把得 爸赔一赔的呢 要回馈给父母亲 他是一直行孝高的之之行啊 为什么不可以呢 只是他心疼你了吃灾 没营养啊 不习惯还是怎么样 其实那个都是父母亲多虑的 所以你看 他就用这样的常规的方法 感动他的父母亲 结果最后 那父母亲可以跟他来求道呢 就是这样度人啊 所以 护孝得之本言 孝顺啊 就是我们赔得的最根本的方法 所以孝之所有生言 孝之有所生言 所以咧 就是从这里开始 副作就是因为他 他站起来嘛 他跟那个什么 跟孝子行礼嘛 行礼完他之后 他说你做你做你做 来我跟你讲 如何行孝道 这个就是在孝经里面的一段话 他说身体法乎受之于父母或港肥山 孝之十也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 是以显父母孝之中叶 他才跟我们讲 来自丢丢患者 大家都知道了 他说身体法乎受之于父母 我们这个肉体呢 就是我们父母亲母血所交合的 然后把我们的生出来 不管你是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所以一定要好好保护他 不要随便的伤害他 損害他 这个就是孝的开始而已 本来就是要这样做的 那你说有没有人 那么笨自己毁毁 就是自己毁自己的身体 有啊 现在的人很奇怪的 去挂他了 这个还小事 现在有鼻子这里钻一个洞 有没有 然后那个刺青 那个都是损伤的 你知道吗 还有一种能挂你一步 这一歪一个洞 掉什么东西 所以你看 现在人很奇怪 所以他们都没有在研究经典 所以他们就随便损伤自己的肉体 啊 其实这样是很不孝顺的 所以你看为什么圣人一定鼓吹 一直鼓吹 我们一定要行孝道 因为我们现在人都不懂的孝道了嘛 圣人才要这样鼓吹啊 如果我们现在人像以前很多 那么一样的行孝道 根本就不用办什么孝道的一个表扬 都不用了嘛 所以因为没有孝道了才要推广 所以他说 身体往不受罪于母 不敢给上去孝诸死的 好好地把我们的身体照顾好 不要让他感冒了啊 不要让他生病了啊 不要让他怎么样了啊 所以你看 你的身体照顾得好好的 父母亲就 是不是就不会担忧了 所以把我们的身体照顾好 其实就是一种孝道的开始了 可是这只是开始而已喔 不是根本喔 真正的行大孝是什么 立身行道 揚名以后是 隐显父母孝之终点 就是你一定要赶快来什么 来求道 行道了道 就是立身行道 立身行道要说什么 因为一直求道九弦七子进占光 如果你行过成正果之后呢 就是你求成功了 你的九弦七子通通跟你一起违回天交职 所以你看看 为什么立身行道揚名以后是 遗显父母 各位先生也顺便跟大家讲 如果我们有机会去那个孔子庙 有没有 台南就有孔子庙 家里也有孔子庙 我们睡觉也有孔子庙 只要你去孔子庙里 你去参拜 你去拜孔子之后 切记一定要绕到后面去拜他母亲 这是一种礼貌 知道吗 你不要跑去拜孔子之后 什么都不拜的不是这样子 因为孔子就是立身行道 然而成就圣人了 他爸爸妈妈也不是什么人啊 也不是圣人的不是什么 可是一子成道九旬七子进超神 所以因为他的父母亲这样 就是生了这个儿子 然后就沾得太光 所以人家就把他的父母亲 供候在后殿 孔子供候在前殿 我们去参拜的人 就是要懂得礼貌 然后你去参拜完之后 一定要到后面去拜孔子的父母亲 拜好之后 因为孔子的那个七十二贤年 就列在旁边 你再去观赏那个七十二贤年 这个就是一种礼 所以他说 这个才是孔之中也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孔 所以他夫孔属于世亲 忠于世君 忠于一生 所以他真正的孔 是从家里开始孔顺你的父母亲 然后你在家里懂孔顺父母亲的 如果哪一天你当一个那个什么 就是当官了 当一个臣了 你一定会示君 就是你一定一样的 好像在孔顺父母亲一样 对待你的君王 所以君王的德性就是这样子跑出来的 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什么孝子 所以他治理天下人的时候 就是什么 把天下人当作自己的父母亲在孝顺 所以整个天下就是太平革了 不是这样子 所以众生 忠于立身年 最后这个孝道就是对你自己 立身行道非常非常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个就是孔主告这些政治的 所以孝经也跟我们讲 奉行诸善不孝顺 不为自善 他说你做了很多的善事 如果你不孝顺 这个就不是善的 各位先生 你听过一个故事吗 就是有一个志工 在我们台湾发生的 有一个志工 哇他每天很忙 忙什么 忙忙帮老人 就是居家照顾 帮人家洗澡 照一去照顾那个老人家 非常忙 不管是哪里 他都去帮一块人家 可是有一天 既然有人通知他 某个地方有一个老人很可怜的 已经三天没有示范了 你赶快去帮他处理一下 这样子 各位先生你知道 他跑过去既然是什么 自己的妈妈 就是这样的 对啊 哇 就是做了很多 医工啊 去帮人家 结果自己父母亲 放在老家也不管 也不理 你看这样子 是在做善事吗 是不是 或许的观念就是 我们先家里住 站不好 然后再往外发展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你不要一直往外发展 自己的家里的父母亲 都不孝顺 你一直孝顺别人的父母亲 这个样子也是很奇怪 是不是 所以他说 如果你在做善事不孝顺了 这个就不善了 奉行之善而能奉行孝 方回之善 你又可以做很多善事 然后又非常的孝顺 以孝金来讲 这个才是真正的孝顺啊 好 柏仁也讲 言之己莫大于孝 惡之散之己 莫大于孝 恶之己莫大于孝 所以你看 什么叫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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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就是从我们家里 就开始做起了 对孩子持爱 对太太的疼喜 还有对长辈的孝顺 你就是在做善事了呢 如果恶之己莫大于孝 不孝 什么叫做恶 恶就是什么 家里没有把他管理好 也不孝顺父母亲 这样子你看 这个就是总不孝的 所以这个是佛 跟我们的一个指令 所以六度鸡精也说 万书贤盛 不只孝是其亲 意思就是说 你供养很多的鲜魔 供养了很多的出口不散 不如供养家里的两尊佛 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其实也真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还有分小孝 小孝就是顺从父母 孝养父母 达到家庭和乐一前第一卦 所以他说顺从父母 孝顺孝顺 什么叫做孝顺 这个孝 你孝就是要顺从父母亲 最近我看了一个视频很感动 有一个先生董事长 他开了一个很有名的交车 一开一交车 大概台并五百多万的交车 他是做什么 解破了 开一台五百万的解破了 有没有搞错啊 没有搞错 因为他的母亲也很老了八十几岁 然后家里就待不住 待不住他的母亲就是很奇怪 就有一个习惯 他也喜欢捡回收 我们说捡破烂 所以其实是捡回收 他觉得这个工作他可以做 然后做得很开心 然后捡了一大堆 所以他骑了一步脚踏车 又载不回去啊 他载不回去怎么办 儿子就开了他那一步五百多万的车 来帮他载回收 哎 你知道 用一次五百万去载回收 六百千千 这没意义啊 真的就是这样 或者在卖早餐 有一个或者看到一幕 每天都有一个女孩子 开一台变车的 那一台变车可能上百多块 来买什么 一二班头十块钱 还要留钱就不够了 对了 所以你看什么人都有 或是 开一台车来买一台班头十块钱 真的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 什么叫做顺 为什么他要开那一部车 去帮他母亲做回收 应就是要顺其父母的一个志向啊 你不要说把父母 就供养他在家里 让他吃好睡好的 然后他想做了什么事情 你都不让他做 这不对 你一定要让他顺顺他的性 他喜欢什么 你就让他去做嘛 对不对 因为人喔 或是跟你讲 越没有做的话 老的越快 你一定要想办法找事情做 你说哪里有什么事情做啊 有啊 像我们国堂也多啊 搞少厕所啊 什么什么都有啊 不然你就是找一块地 随便天天去哪里挖土嘛 对不对 还是找一块地 天天去哪里挖草嘛 一定要找工作做就对了 不然你就是找一块地 随便天天去哪里挖土嘛 不要来帮忙嘛 对不对 不要浪费时间啊 好 所以这个就是怎样 就是小孝 所以小孝呢 就是要孝也要顺 好 这个就是孝顺 可是要 这样你的家里就会和乐了 好 大孝呢 就是立身行道 你父母亲 共成长 共修共办 超八九全妻子 所以真正的大孝是什么 爷爷那一代也修道 爸爸这一代也修道 你也修道 孩子这一代也修道 你的孙子这一代也修道 五代同党 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就是这种大孝 因为你们整条一条线 一条龙嘛 所以现在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 哪个宗教 或者跟你讲就是我们一贯道而已 其他的宗教没有办法这样子 不然你可以查查看 国家也没办法 国家大部分都是他这一辈子出家了 顶多带他的孩子继续 再来就不见了 所以你看 我们一贯道总会 有一次办那个什么 三代同堂表扬大会 那一次有去开会 才知道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要办这个大会很慎重 然后呢 那个与台湾来讲 至少有一千对合格的人可以去参加 因为没办法让所有人去参加 所以三代同堂指路 前一个人是代表而已 所以就一千多个人去参加了 那个美国联合过的一个秘师长 特别坐飞机来我们台湾 参加这一次的华会 他说世界上哪有三代同堂在修道 不可能的事情 他要来看看 所以不得了 不是三代同堂不可能而已 甚至是超过一千对 哇 他吓死了 他从来也没有看过这样子 从来也想不到真的 既然有三代同堂 四代同堂 还有五代同堂的 所以各位先前 这个就是应食应运 我们在做教育 然后呢 道中的一个道理 一定都是这样劝我们 一定要孝顺 从家里开始做起 你家里行孝之后呢 你出来的社会 你对你老板一定会尽忠 这是一定的 我们在修班道当中 你对前辈者一定会 是什么 松敬 这都是一定的 所以大孝一定要立身行道 所以你看那个孝经啊 就是那个国经 跟我们孔子说的孝经 是不是都一样的道理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说立身行道 以父母共成长 共修共办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可以五代同堂 你看 只要一个人修成正佛 就可以超法的族行七职了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六道众生的这位父母 故行菩萨道 以上报是从恩 夏季呢 酸土苦 广度有情 脱离生死 轮回乃为白养弟子 再笑到了真正实践 所以他说 六道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 各位先生 你有没有想 怎么有可能啊 因为我们都算透 今年刚刚把六万九千丁 三十九年嘛 遗世的话 一百年你看就有 我们转世六百九十多世了 你看这里流浪生子长城沟啊 不知道哪一次什么人 是我们的父母亲 哪一次什么人 是我们兄弟姊妹 哪一次是我们是什么关系 都有关系的 所以刚才说 六道众生间 我们的父母亲 不知道哪一次 他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不知道哪一次 他们就是我们的母亲 所以佛教 他们的观点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说 为什么要对别人 非常的尊敬 因为他可能是我 好几世以前的爷爷 还是哪一次的奶奶 都有可能 就是跟我们都有关系就对了 所以我们也要行菩萨道 赶快 各位先生也知道 什么叫菩萨道吗 就是我们当中说的清口 他们要吃财 这个香菩萨馆 我这样说的 跟我们说的清口 是一样的道理 好 所以这样子才可以报事从恩 所以夏季山读苦 这样才是真正我们白洋子 白洋地址的一个小道真正实践 所以恭喜你们看 只要你清口 你就一定在行小道的人 就是行大小的人 所以恭喜大家 好 我们来看他的大象词 他说天与火同仁 君子列足辨入 因为天跟火 所以叫做同仁 为什么天跟火是同仁呢 同仁也就是同样的东西 你看火性往上 对不对 火烧起来都是往上的 所以如果自以天性 性相相同者 同仁也 所以天也在上面 火一直烧起来也是往上 所以他们的 他们那个什么 性相多多一样的 都是往上的 所以叫做同仁也 所谓同仁挂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君子看到这样的一个像 挂像的话 要列足辨入 什么叫列足辨入 就是什么 人家说荒语略迹啊 物群分难 就是你要选择什么 交捧的时候你要选得很好 你不要选错了 所以他说审查不办人事故的不同处 而自其同言 就是怎么样 你要找自同道合人来往 不要找那个自不同道合人 这样子会很痛苦的 比如说你今天抽烟的 为什么你的周围都是抽烟的 各位 有没有抽抽烟 厚水以前 那个青鬼节就吃我过烟 抽抽烟没有 抽烟的人 很容易交朋友 为什么 滚堵 你也要吃 你就是我的朋友 这样子 你也吃就离不吃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吃 然后我请你抽烟 你又不收 代表你们两个隔隔不住了 这个也好 这个也好 就是这样 所以抽烟的人 交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抽烟的 赌博的人 大部分交的都会赌博 都一样 喝酒也是一样 那个赌博的永远都是撒咖啥 喝酒的永远都是聚在一起 大家天天喝酒 都是这样 也是一样 你修道人 你交的朋友都是修道人 你亲口的 你周围的都可能都是亲口的人 所以你看 你是要跟修道人在一起 还是跟赌博人在一起 你自己去问病嘛 所以叫做列祖列故嘛 所以他跟你讲 同人 同样都是人 可是你要交什么人 这个就是你的智慧 所以如果你常常来的活长 或者跟你赞 你保证你交的朋友 所有人都是道亲 这一些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所以就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什么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各位姐姐 我们人有个特性 你说我们这么多人有个人 你只要看到一个人打哈欠 打哈欠 你就想会 你一定会跟他打哈欠 这个就是什么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奇怪了 那个一个村庄 如果有一只鸡开始咕咕咕 哇 每一只鸡就开始跟他一直叫 这个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那个小孩子也是一样 以前我破水的太太 住在那个英格房 那个就是那个接生房 结果他们那个英格里面 有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都有 然后他们就负责照顾那个小baby 当初成小baby 她说如果安静非常安静 可是只要一个人哭 哇 大家都跟着哭 这个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所以这个就是同人挂了 所以对好的谣就是这一谣 第一谣 同人与门不救也 出门同人又谁救也 所谓同人与门就是 背弃自己的家人 然后跟路人相同 所谓人既不是其家人 事故人为家人 这家还有为货于他的吗 所以意思就是说 同人就要达到世界大人之间 然后呢 他为了这个理想跟保护 然后他离开了他的家里 去搭帮出道 就好像门道中一样 你看很多前辈者 然后放下自己所有的工作 放下所有一切 甚至把家庭给稍微放下了 然后就到国外去开放过 一待可能是十几年 二十几年 甚至三十年都有 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一辈子 贡献在道中 因为他们对道的一个肯定 对道的一个坚持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人生理想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当初曾大孤岛前人 他那时候十几岁而已 十六岁求到 然后好像不到二十岁的时候 就来我们台湾台湾国中 因为那时候他们的前辈者 就是说那个激光火指示 要赶快来国外大方出道了 所以就有十八个人 花燕来到我们台湾 所以台湾有十八支麦 就是这样 所以曾大孤前人 他们只是其中一个海老前人 花一组这条线而已 所以他们发展得非常好 这个是当初曾大孤要离开他的家乡 在跟他们父母亲讲的话 这是曾大孤的宝宝 这是曾大孤 这是曾大孤的宝宝 这两位是他的姐姐 在家里 不要怎么修 不要吃素 就让你吃素 不要嫁人 就不嫁 不嫁人 家里有苦苦 你三天就饭 你爸可以安心的修饭 你再 又去台湾做什么 不要 게 أً 那 但 正习惯一步道 後把了一生 既是六人 我凡固点立下了职院 既然到小前辈 血拔我去 或许是 或许是台湾的中生有緣 那我必須要去完成我的事情 一從小到大都未曾離開我家的 現在竟然要去到一個海外小島 那要怎麼不回來 我實在是放心不下 趁兒你就別去了吧 好嗎 這樣啊 道長說了 先去個兩三年 後來你終於回來了 你就別再擔心了 他過世了 夫人啊 我們這個禮兒既然有大志願 將來不可能不跑 如果現在給他機會不練 以後經不起任何困難的情 萬倒是我們害了他 到時候我們兩道傲才真的是忘記不下 可我 又是誰被他 與我們分開那麼久 萬一他出去之後 吃苦受累的 我心疼的 娘 他 都是臉兒不小 還連擔心難過的 你呢 他去吧 做悟悟的 只怕耳理不成才 現在他要去鋪動眾生 但是笑話觀音不上 我們高興都來不及了 你就別再出來他了 爹 謝謝您的成全 我剛剛已經不會辜負您的期望了 真的 本在外 在家裡 方便數量 生活一切都要靠自己的 你真的嗎 爹 我已經想你覺醒 曾經是 不管多麼辛苦 也絕不堪圖享受 我一定要替天煩惱 替師尊師母分憂在牢 真的拿自己在天宣華的天職 好 此去不管一道什麼困難 你都要記住 你是成家的主聖 雖然不敢要求你 方舟跳出 但是 劫可入目 我們成家的門後 言行 即使 各方面 都要謹慎小心 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留始可做 世間 沒有過不了的火焰山 曾兒啊 你可要好好記住這話 對 我會的 這個呢就是大姑前人 當初啊 就是立兒大悲願 要來台灣 所以那時候可能是 林柏山 十八年的時候了 所以各位前嫌 所以你看十八位前人過來 可能都是這樣子的情形 我們和老前人呢各位前人 你知道嗎 郭水聽我們前人講的 所以他說老前人那時候 他們家裡很窮 所以他們呢就是七十二個老前人 都領 就是領了一塊房金 這麼大的一個小房金而已 因為要做路費嘛 剛好呢老前人那一天呢 他們回去喔 準備要回去 那一點就是小年夜 大家都很高興就過年嘛 可是呢 何老前人家裡很窮 所以什麼就沒有 所以何老前人哪一塊黃金 不敢回去啊 為什麼不敢回去 因為喔 回去什麼都沒有啊 人家在江湖市去過年啊 有吃的有喝的啊 可是如果他回去 凍著死心的話 可能會把那個黃金變賣了 變賣了 去換一些東西來了 然後呢 他就沒辦法出來 大方金刀了 所以他就不敢回去 然後他跑去哪裡 他就跟 如君如老前人 所以你家他 我跟你去你家 因為我們隔天 隔天他們就是要來港 趕到那個過來台灣了 所以他連家都不敢回去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趕快去 如君如那裡過了一夜 隔天人真的就這樣 不然我們台灣開放過種了 所以各位先生 可能我們在探討這些事情 還是在研究 以前或是老前人一輩的這一輩 我們都說他每次從大陸過來 覺得好像跟我們現在去開放一樣 大家都高高興興的去 快快我們來回來 都不是這樣子 他們都是真的是理想背景 然後呢 那個離開他的父親 離開他的太太 離開他的妻兒 都是這樣子 所以每個人都是什麼 依依不捨的 更糟糕你看剛剛那個大姑前人說 只過來兩三年就要回去了 對兩三年要回去了 那時候就是他來兩三年 可是都沒辦法辦到 辦不起來 因為那時候我們 我們的政國就是取締嘛 那時候還沒有合法 就一直在取締 所以沒辦法辦 所以兩三年都沒有什麼成效 結果他就想要回去了 你知道嗎 在那個碼頭 他要坐輪船回去的時候 他在等船來 結果天空突然整 撒那間 本來是天氣好好的 撒那間烏雲密布的 那個大姑老前人就跪下來了 他說那個老天啊 如果你是要把我留下來 讓我繼續在台灣 大方出大樓過來 就趕快把這個烏雲撥開 結果他講了之後 就很快的撥開了 然後他就知道 他的舍別還沒完成 結果那一次他真的委屈於他 很快又過來了 又過來之後 一待就到現在了 就這樣 整個人生都奉獻在我們台灣 所以你看他出病那一天 如果有看到影片的人就會嚇一跳 他說至少有十萬人去送他 十萬人啊 連那個當初的那個總統啊 都褒貶他 所有一些的官僚大官啊 立瓦岳的院長什麼人都去 所以你看看 一個女孩子呢 來到台灣呢 經過這樣六七十年的一個歷練 然後整個青春都貢獻在我們台灣 現在大戶可以說懷疑是最龐大的 所以只有大戶這條線下來 他的典團只有幾個 一千多個人 清修的 或者打聽過的也一千多個人 都清修的都跟他一樣 所以連老的清修的 他的下屬也都一直跟他清修 都是這樣來的 所以你看他這條線有多龐大 你就知道 他們不是在台灣一千多個典團室內 他們在泰國也有典團室 新加坡那些人 他們開門到哪裡 哪裡就有典團室 因為他們一個觀念 什麼觀念 用當地人辦當地道 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發展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你看這個叫做出門交友工 叫門外為工啊 門內為師啊 就是這個道理啊 所以為什麼童人掛第一條會最好 因為你要達到這種天下大同之境 你要趕快出去大幫助到啊 你不能躲在家裡享樂啊 所以你看童人掛第一條就是這樣最好的 所以為什麼不能稱家 不稱家 是從和樂家裡做起 所以一個家裡要先修身 騎家治口平天下 大同呢 同年過了已經什麼 生也修了 家也騎了 你現在要趕快治口平天下 所以要趕快出來大幫助到 所以就好像說我們現在 家裡當然是要顧 可是呢 如果國外有事情啊 像我們就常常去了 像或許跑去新加坡嗎 馬來西亞嘛 越南也去過 包括泰國也有去過 大陸啊 香港啊 就常常出去 或者常常想 如果這一輩子不是在修半道的話 可能沒機會出國出去啦 因為出國出去大部分都是旅遊吧 對不對 不過我們出國在做什麼 因為要講課 前輩子安排你去了 你就有機會去那裡講課呢 然後你就有機會去那邊跟人家 廣結善選呢 那這樣不是更好 所以你看看 這個就是應食應運 因為我們現在道中 也是要達到一個目標 就是達到世界大同之境 因為八央期的時期 就是大同世界的一個時期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喧風 所以可以做的盡量去做 可以辦的盡量去辦 就是這樣 所以何物第一樣 所以出去的時候 我們都以示同仁 不溫靈禍 所以我們到國外辦道 尤其是大陸 他們都非常的讚嘆 我們的道親 為什麼 因為我們道親 不溫靈禍的 都是一樣的看待 甚至我們過去那邊辦讀經班 甚至請他們那邊的人 當老師補導 我們教他們方法怎麼帶 而且這些課程完全免費 他們說不可能的事情 哪有這麼好的半讀經班 讓孩子來上課都不收錢了 然後訓練那邊來當老師也不收錢了 因為那邊的收費很高的 我們去年一毛錢都不要 甚至給他們住給他們吃 他們說真的裡面太不一樣了 所以中國大陸的政府 也非常在用我們的做法 所以很希望我們過去那邊 講道理給他們去講45經 還有去那邊帶動讀經 還有去那邊開書書館 這個是中國大陸對我們的一個許可 可是呢 管對我們去哪裡點道 就這樣子 目前就是這樣子 所以同仁掛第一 也代表柏爾法門 柏爾法門 就是我們名師時候點的那個地方 就是柏爾法門 所以孔子說 誰能出不由戶 而莫由始到也 這一句話意思就是說 什麼人生死都要經過他的門戶 他在講什麼 就是我們的靈魂 叫做生我門 死我父 我們這個叫做門嘛 對不對 裡面就是父嘛 就是說你的靈魂要從你的正門進去 百歲之後記得要從你的門出去 因為我們這個玄關竅這個叫門嘛 眼睛就是窗戶嘛 鼻子 那個鼻子、嘴巴、耳兜啊 這個就是旁門走道的 所以你那個 剛出生的時候 三分氣迫 三分就從你的閒關跑出去了 記得百歲之後 你不要從眼睛出氣 也不要從鼻子出去 也不要從嘴巴、耳朵 那個都是旁門走道 你記得一定要從閒關出去 所以誰能出不由戶 而莫由始到也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你看聖人在爾街五百人就跟我們講清楚了 我們不懂他在講什麼而已啊 為什麼不懂 因為那時候沒有三朝五度嘛 所以沒有說明示一指點 我們根本看不懂這種文章 現在你看說明示一指點 所以原來他就是在講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都是在商訪已經講得清楚了 所以我們 生果門出果腹 我們有一個生門 所以我們百歲之後 記得就是要從那裡出去 好 所以這咬是主動的非常好的一咬 所以你是同仁 所以就是同仁光 好 第二咬最不好 為什麼 最不好 因為同仁以忠令 同仁以忠令道也 忠呢就是忠祖啦 人家是趕快去大幫助教 然後咧 他卻剛好相反 他就躲在家裡 就在喊口號而已 什麼都不做 令道也就是心胸甲載 就是沒有那種搭配面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 像我們在大方出現 然後咧 希望達到世界大道 很多人說 我們家裡補得好 我的太平了 所以他就照顧自己而已 不管他人怎麼樣 所以這種人 就是自私自利的人 叫做至少門前學 不管他人往上算來 所以這種咧 他為什麼 第二咧 為什麼最不好 以異經六十四國來講 很少第二咧不好的 可是同仁國就是最不好 因為他代表的是私自利 把自己照顧好而已 什麼 他的周圍發生什麼事情 他也不關心 其實這樣不太好 不要說大幫助到 其實你在你門口 看人家跌倒了 還是說看人家車禍了 多多少少改 就給人家關心一下 是不是這樣子 還是說人家需要幫忙的 你搭他一倒 我們又沒有什麼損失 只是關心別人一下這樣子 所以你不 不斷地把你的愛心 擴展到你的走臨右舍 只要你走到的地方 只要你看到的地方 可以幫忙的去幫忙 這樣你的人生才有價值 所以第二個 自己能吃飽就好了 不會關心別人 所以你看看 各位姐姐 現在這種很多很多 或許發現我們以前 政府一個策略很糟糕 怎麼糟糕 開望說一些什麼捲取的人 然後給捲取的人 還有什麼獎金 你看這個策略有多糟糕 你就知道 為什麼 就好像 就好像丟了一塊肉 讓兩隻狗在地牆 叫龍頭小家 台語比較逼真理的 為什麼 哪有時候叫人家去捲取 然後這個捲取的人 為了要領獎金 就到處去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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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照照照照照 你看被照的人變化了 你看他的心裡會怎麼想 然後就是一定去找 找什麼人去捲取了 然後你看這個捲取的人 得罪那麼多人 你根本 人品跟人品這樣去相爭相鬥 你看這種策略是最錯誤的 人品跟人品一定要和目前來 他相好 這樣才好 如果你還讓他們去相爭相鬥 甚至相殺 就算了 所以會產生民怨 所以這個呢 是最不好的 所以現在很多人 就是這樣子 吃飽飽沒有事情 下去就這樣 進去 所以你看看 這種人是最討厭的 所以不然要怎麼辦呢 要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思想 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偉公 後面不是樂團 不獨親即親 不獨子其事 持勞有所忠 壯有所用 又有所長 光髮孤獨者 最有所樣 所以他說真正的大紅世界 我們應該不獨親即親 剛剛我們想孝道 他說不是孝順我們父母親而已 你要把天下的父母親 當作你父母親來孝順 所以先孝順我們父母親 然後把你孝順父母親的心 再來孝順別人的父母親 這叫不獨親即心 不獨子其事也是一樣 你用你照顧孩子的那種愛心 也一樣把天下人的孩子照顧好 用你愛自己的孩子的心 去照顧別人的孩子 各位先生這一點我們到中做得最好 不是我在虧的 誇獎的 因為我們到中長榮辦 那兒童讀軍班 兒童讀軍班的老師 都把那個孩子教育得非常好 然後他們真的 就好像在照顧自己的孩子一樣 非常的用心照顧 而且非常用心地教導他們 所以不獨子其事 持勞有所忠 就是讓所有天下的老人 都有人照顧 甚至百歲之後 都可以好好的來幫他處理 所以是勞有所忠 重有所用 年輕人都有工作可以做 可以賺錢 經濟非常的好 所以各位姐姐 我們現在的時代你知道嗎 現在很奇怪 經濟很不好 然後人、親人找不到工作 像我們那時代 大概四十年以前 我們那時候已經領 一個月領兩萬塊 三萬塊 都很正常的事情 工作 各位先生 現在的經濟也是 一個月兩萬塊 三萬塊 你看四十年的兩萬塊 跟現在兩萬塊 差多少 對不對 這樣看我們 就都能領著 萬塊錢、七萬人 萬塊 三萬、四萬的都有 可是現在你看 年輕人兩萬 零、兩萬、三萬 買不到什麼東西 所以現在年輕人 不敢結婚了 真的不敢結婚 為什麼不敢結婚 買不起車啊 買不起房子啊 然後呢 如果來養個玉女 不可能啊 而且呢 娶老婆之後 生一個孩子 生一個孩子 教育費要多少錢 至少要一千萬啊 一個月兩三 頂三萬塊 你看你要什麼時候 存到一千萬啊 所以你看很多人 現在年輕人都不結婚 到了四十歲也不結婚 到了五十歲也不結婚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看 時代真的變得太可怕了 所以重有所用 就是最影響我的 讓所有人都有工作做 讓所有人都可以賺到錢 讓所有人呢 都可以安置醫院 又有所長 欸 那個小孩子 都有人照顧他 然後呢 他的發育成長 也都非常有順序 所以你看同志的 欸 理想 我說是這樣 這個就是同人過的 最好表現的 那剛好相好 第二條還不好 自私自利了 他至少門前水啊 所以他都被私情所困了 無法把小孩掛作大愛 所以第二條 主境不能動 所以第二條最不同就是這樣子來的 好 第三條 是說 胡龍以馬 升旗高齡 三歲不興 向焉 胡龍以馬 遺崗也 三歲不興 安行也 欸 胡龍以馬 就是 把那個什麼 冰界啊 藏在那個什麼 森林當中啊 那第三條 怎麼跟同人挂 好像隔個褲子 不是這樣子 我們看了就知道 升旗高齡 選上 選一個好的地方 選一個好的地方 選一個公推可索的地方 趕快找一個山上 休息去那 避世 他為什麼要避世 而且時間要很長喔 三歲不興 很長了一段時間 不認定心事動眾 離岡也 就是岡頭相共 夾崩於九三條 所以安行也 就是處於太朗暗暗的自在 為什麼第三條會這樣子呢 因為第三條他也是有心要來什麼 推廣道物 來形化大道 提倡大同之行李的一個人 可是呢 遭受到很多自不同到不可的人 嘴盪了 所以能言能語的前後甲工 而遇到了考驗 然後呢 他就怎麼樣 胡同以馬了 以退為進了 而且呢第三條在講什麼 就是在講武道中的考驗 很多人喔 想要親火如素 或是講那個 我們有一個導師很優秀的 他叫做陳真廣 他為了要度他有一個同事 因為他們就是住在那個公司 那公司是在做那個引進行的 他大概做那個什麼水土的時候 他就去那個引進行的呆 他為了要度他的同事啊 因為那時候他已經親口了 他的同事呢 為什麼想要度他 因為那個同事很善良 他覺得這個人喔 一定是吃災的料 他怎麼度他你知道嗎 欸 來來來來來 吃灌的時候喔 就叫他去那個魚池啊 他的公司喔 有個小魚池 然後有養一些魚 胡波魚 然後剛好那一天呢 一隻胡波魚池掉 胡起來了 胡起來之後 來來來來 我們把它撈起來 撈起來之後 來 我們刮個洞 把它埋起來了 很可憐啦 還有生命啦 可是我們現在死了 我們就好好把它埋起來 就好像人死了 馬上埋起來一樣 那一個人本來就很善良的 好好我們把它埋起來 結果埋起來 買好了喔 結果大概經過十天 他就說 來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次我們把它埋起來喔 不知道會被成什麼樣 真的就把它刮起來喔 會刮起來看到的是什麼 整隻魚都是蟲啊 萬蟲穿心啊 各位先生 我們人死的也是一樣 你把它埋起來也是一樣 只是你沒有把它放開了 不然你會嚇死 整個肉體都是蟲 然後我們在那裡穿 萬蟲穿心 所以現在的 為什麼要用燒的 比較乾淨啊 回避那個蟲喔 把你的肉去這裡 吃光了 那一個賽基人他的同事 我看到哇 整隻魚怎麼都是蟲啊 嚇死人啊 蟲子之後 那個人啊 就開始親吼入室 我吃災了 欸 故事還沒完 吃災了 考驗就來了 欸 什麼考驗 他要回家 這就是 他出來上班 啊 可是這樣對不對 過年的時候啊 一定要回家 還是什麼節慶的時候 一定要回家 所以回家之後呢 他在吃飯就麻煩了 因為全家人都是分的 只有他也是數的 父母親不答應他出事 欸 不答應他吃財 欸 你知道他父母親怎麼對待他 欸 那半月呢 你要吃呢 要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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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吃就不吃 不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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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吃呢 就像這樣子 欸 他有心耶 來大幫助到 來推廣這個大陸提商 這個大同事件 可是受到很多人的能言能語 甚至更到很多的考驗 就是這樣 所以或許才發現說很多人喔 如果想要歷念 歷念喔 發願喔 要親口 一定會受考驗 或許看過太多太多人都知道 所以或許現在 就騙步了 對啦 如果有人發願要親口 或許說 你不要講 不要講 要讓人家知道 等到那一天親口的時候 你再去親口 欸 真的欸 欸 或許用這一招很好用欸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發願喔 那個無形大哥 就馬上接收到了 無形大哥會來找你麻煩 找你麻煩就給你考驗 欸 什麼考驗都有 有的生病的 欸 有的撞車的 有的婦母親考驗的 像我們高雄有一個前線喔 他就往阿堅 欸 他那時候也發一個大片要親口 欸 他沒有發願不要緊 發願啦 就大事就來了啦 欸 你不要說啊 發願親口 結果事情發生 那我不用發的 不是這個意思啦 那個是上天要考考你 你是真的要發願 還是假的 你真的是要親口 欸 就給你一個官考嘛 啊 考過了你就通過了啊 你看那個王阿堅的考驗有多大 你一定要親口班喔 今天喔 去住醫院 而且是急診的 不知道怎麼樣 身體就突然間說 不行了 趕快送去急救 欸 欸 喔 那個我們那時候組長喔 哇 就很關心啦 然後就趕快去醫院喔 去照顧他喔 喔 然後就就跟他說 他明天就親口驗了 那怎麼辦 各位先生 如果你是王阿堅 你會怎麼辦 慢慢一點啦 反正既然在醫院喔 明明就不要去了 大部分人百分之九十個 人都會講這樣 可是王阿堅就很奇怪 他說喔 怎樣 如果會死喔 我也要去 喔 真的耶 他那一天真的喔 就抱病來參加親口驗了 親口完之後呢 就沒事了 也不用去醫院了 你說奇怪不奇怪 所以或許在道中很久 就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都是這樣 就像第三條一樣 他有心發炎了 然後又受到很大的考驗 這種考驗是上天對戰他的一個認同 只要你接受考驗之後 或者跟你講 這個人現在還在喔 他已經親口將近十十年了 現在這個人還在 你看 所以第三條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一定要堅守自解 待食而動 實現大同之道 只要你混著一顆愛心 行道於天下 不畏艱險 處於太膽 安膽自在 大同之間離我們過遠了 所以各位先生 你今天要大幫助到 要開關過步驟 要行大動之行道的一個理想國 或者跟你講 你一定會受到很多的回答 還有很多的考驗 所以你一定要堅守你的自解 一步一腳踏地把它做完 所以這個第三條就是給我們一個請定 所以第三條就是 服藏兵容在你中 就是說以聘為盡 講過一點就是這樣子 你不要匆忙太多 第四條 就不馬獎 呃 成其擁 就跑得高高的去看 看看我要攻這裡的聖酸到底有多大 最後他就補個攻 淹別的淹別的 所以就不敢穿居人 所以楊剛鵝居陰有之位 是心情不振之下 所以他見到第六雅跟第五雅相應 各位先生可以看嗎 第五雅是陽雅 第六雅是陰雅 這樣就叫做相應 第一雅跟第四雅不相應 第三雅跟第六雅不相應 就是一四二五三五六 如果是一雅的話這個叫做相應 如果是同陰不相應 同雅也不相應 我們看已經就是這樣子了 所以他說見到第六雅跟第五雅相應 他就想要攻定雅 而同一二但五居其善應 所以有宮牆附衛的 他變成登山宮牆想加強進攻 可是回頭一看 一想以笑結善於是國際所好 是不義之行為 於是賢來了馬 結果不公了 君子只在救援 但若救援和喪眾 還招不義 故不只張以徒徒人 則人必以德化為德所化 不公則克也 所以這一搖以道中來講是在講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要達到世界大同之境 我們就是不能 就是不要去上到任何一個人 就好像打仗一樣 為什麼人家說不要打仗 因為只要你有戰士 所有人你都受苦 也是一樣 你要推想一個的理想國 你不要去得罪任何什麼人 也不要傷害到任何一個百姓 所以我們該做的就盡量去做 所以像我們佛有三個度 第一個無緣的 對不起沒辦法度你 第二個就是不信的 你願意聽課 可是你不相信 對不起也沒辦法度你 第三個 你有緣的又相信的 可是你不應力厭的 對不起也沒辦法度你 所以我們今天就像意思一樣 我們出去開放過種 就是要佛度有緣的 如果不相信的對不起 我們就不度了 所以就像我們以前講的 鳳凰 你不要隨便開口 你度到碰到有緣人的 還是說願意跟你聊天的 跟你談話的 然後你講的道理 他可以接受的 你就盡量去度他 那個叫做鳳凰開幾口 所以第四條 他就是這樣的 所以不要結夏葉種子 什麼叫叫不是結夏葉種子 什麼叫 blood清 Sean 呢 本來就是人家通通要去打到世界大統 可是他就從中作梗 要去搗亂 要去阻礙跳容 做這種事情 所以第四條是什麼 考验者啦 就去懂啦 去懂啦 所以就好像 不是受考驗喔 第三講是受考驗 第四講是考驗者不一樣的角度 因為你去阻擋人家 去推行大龍世界之界 你看這個就是種一下葉種子的 就好像我們今天修道 很多人毀謹我們 毀動很多人阻礙我們 各位先生這個就是第四講 因為他已經種一下葉種子了 各位先生什麼叫葉種子 知道嗎 就是惡因啦 種下一個惡因的 你知道種下這個惡因之後 下輩子一定會受到惡果的 因為他們不相信 所以他們就亂講話 弄得很棒 所以這個對他是覺得不好的 可是第四謠就是這個 第五謠也是很好的話 也很好的謠 九謠同仁先好討而獲笑 大師客相遇人 向焉同仁之先以忠之言 大師相遇言相客言 好就是哭的意思啦 哭得很大聲啦 什麼意思 先好討而獲笑 先哭而獲笑的意思啦 講快一點 這個是文言文 為什麼大同事經會先哭而獲笑 大師客就是什麼 八百出口 大師客這個人代表著五王的意思 因為五王那時候要去化作 因為他要達到世界大同嘛 那時候呢 做王無盜啊 所以做王無盜 各位姐姐 五王 那個什麼 兵馬很傻耶 做王喔 兵馬二十幾萬耶 他的兵馬 他不超過三萬人 三萬人怎麼去打二十幾萬呢 各位姐姐 怎麼打得比較不贏啊 不過他拍一張後 就讓他喝就喝不夠 所以你看看喔 五王如果去化作 先好討而獲笑 等一下我們再講 忠子忠正眼 言相特 借了戰勝取人家 功取之力 即不是自然同化 所以這一行呢 意思說什麼 當初五王去化作的時候 他就請江泰公 江泰公就是文王請他出來的 文王那時候就死掉了 死掉之後他就補助五王了 五王化作就請江泰公 然後就步兵 然後也算準了 什麼時候 要準備去出兵了 結果你知道嗎 他到半路的時候 然後柏里斯基就把他擋下來了 他說五王啊 你不小又不忠 就罵他就對了 為什麼不小 因為文王死不久嘛 以前的人 各位以前的人你知道嗎 以前的人喔 父親死的一定要守傷三臉 就是要守這個傷 守三臉 你才可以有所動作 可是文王還沒死 還沒死那麼久 你都守三臉 守完美 你就要出兵器 去化作 而且 作王是拘泥 是成 成化作 是不忠 我說罵他不忠 不忠不孝 結果呢 古王那時候呢 就退兵回來 第一次化作作 沒有成功 然後呢 就算準了 什麼都好了 就準備好了 然後第二次進化作 化作的時候呢 各位請請 他三萬兵 他怎麼打 打那個二十萬兵 他就聯合八百出火 然後打大師克 所以全部加起來 只有三萬多而已 可是呢 那時候文王有德啊 以德感人啊 所以他們進攻進去的時候 作王的兵 說不用打 我們都歸祥 武王啊 你看 就被人趴 就這樣就對了 最後作王怎麼死呢 自己把自己燒死了 赤焚啊 就這樣死掉了 所以這個叫做大師克 所以這一行呢 就是你要推廣世界大同之境 你要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憂而憂 而且要先苦後樂 而且要苦吃的苦中苦方和人上人 聽這個好像不太懂 或許講一些典故我們就知道 像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 翁林鄭啊 他十幾歲喔 就到泰國去了 去那裡也是一二十年耶 一個小孩子 你看看 一個小弟女孩 就去泰國耶 泰國也很不好睡對不對 泰國比大老年 你知道嗎 去那裡大方住道喔 剛開始也都沒有什麼人喔 可是就是要一直推廣一下 你知道嗎 整個現在泰國整個大物館也很崩塌 我們當會的 你看他在那裡大方住到那麼多人 就變成什麼 台灣也就變成那個什麼泰國人 所以有一次他回來 消費機 然後呢 那個不是要去簽證嗎 那都過關了 在那裡服務的人 你去那邊 叫他去那邊是泰國人通的關那個 沒有反正都是台灣人 你看 整個都中心的 他去那邊 就說台灣人通的 去泰國大陸 你看 為什麼 這個叫舍身半島 這個還沒有完 然後他那裡沒有了 然後就 我們點完事情 請他去那個大陸 你看又呆了 一呆又十幾年 就是永遠都在那裡 現在疫情才可以回來 不然他永遠都是在大陸 在那邊 所以你看本來 那裡也都沒有道清 先浩陶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要去一個地方開門 哇 本來都是荒地了 然後呢 你做得很辛苦 然後也沒有得到什麼效果 也沒有道清出現 各位先生你看 那種生活很淒涼耶 可是因為這樣子 還要經過這樣的一個歷程 歷練磨練出來 開門就是一個荒地啊 你要去把那個草除掉啊 然後把它墾地啊 做土要把它鬆掉 你才會開始過種嘛 過種要等時間 才會慢慢的開花結果吧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過程是很艱辛的 很困難的 所以你看很多前輩者出去狗外開門 都是這樣子 都是哭著回來的 所以叫做先浩陶 可是等到哇 道清一個一個出現了耶 哇 一個火塔也出現 兩個火塔也出現了 然後這裡也有點 那裡也有點了 好一點點 而後笑 那時候看到了一些的心血付出來 沒有白費 就叫先浩陶而後笑 所以是不是萬聰明講的 先天下之又而後 天下之又而後 意思是一樣的 而且要先苦而後樂 所以是等苦中無方為人上的 所以這個也是在歷練 我們個人 磨裂你的德性 歷練你的德性 所以都是要出的苦工的 所以我們道中才講說什麼 到國外開門的功能最大 真的是功能最大 因為最辛苦 所以這個就是在描述這樣子 所以師母老大人講 這句話要非常的哲理 他說你認為對的未必是對 你認為錯的未必是錯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都覺得我沒有什麼犯錯的 為什麼要懺悔 我又沒有什麼過失 為什麼我要懺悔 所以師母老大人就叫我們說 我們只要是大方諸道 然後到國外開門 還是說你在道中做什麼事情都不要緊 要時常懺悔 要時常懺悔就對了 所以為什麼要時常懺悔 因為你認為對的未必是對 你認為錯的未必是錯 各位賢賢 他為什麼要講這樣 因為他叫我們不要意識做事情 因為我們人做事情都會覺得 我這樣做就對啊 我這樣做不對啊 我應該怎麼做我才對啊 可是聖人的境界不是這樣子的 聖人的境界喔 不是你認為對就是對的 口水講的故事我們就知道 有一次喔 子共啦 就是他們是在辱國嘛 齊國呢 把他們的那個辱國的人民抓去了 抓去了之後呢 子共知道了 因為子共很有錢啊 然後就用錢把他贖回來了 然後呢 這些人民想要送什麼東西回饋給那個子共 可是子共都不用不用不用 你們都不用感謝我 各位賢賢 這樣做事不非常高善 以我們現在來講 就是行善不義人之啦 這是好啊 可是孔子說你做錯了 這會很奇怪喔 為什麼孔子把他說 他說你做錯了 他說你沒有說人家的 就是人家對你那種肯定還好 要送你什麼你都不送 我跟你講 以後沒有人會去救人了 這就是聖人的眼光嘛 知道嗎 跟我們的思想絕對是不一樣的 然後有一次指路喔 就是看到一個人的掉進那個河裡 結果他就趕快跳下去把這個人救起來了 救起來之後呢 那個被救的那個父親 為了要感謝指路 然後就送他一頭牛 各位學姐 好像做賽事人家給你回饋 你還給人家說好像不對對不對 可是孔子說你做得很好 為什麼很好 他說只要以後有人掉進水裡 一定有人跳下去去救他 各位學姐 聖人的眼光根本是不一樣的 你認為對的你絕對是對嗎 未必喔 你認為錯的你絕對是錯嗎 未必喔 聖人的眼光絕對比我們 凡乎十指的非常超越 所以你看指路本來是不應該收的 可是當他收了之後 口子就站在哪裡 為什麼 因為聖人看的時候 以後一定有人救人 可是咧 子共咧 好心機救人 然後不說違規你看 他罵哪裡錯 因為以後沒有人敢去救人 我們道中也有 你知道 因為我們道中 就是那個廚房的 後來請好幾組 都去香港幫忙煮菜 我們有三天華為 他們都會很好心 有三組在圍 你知道嗎 他們都吃套藥包 一天半塊塊 然後三天華會講 你跟他講還沒有 結果呢 他們自己掏藥包 都不要請工會 我們可以請工會的 啊 有意思就通通不要請 反正就是自己掏藥包 這樣子 然後呢 或者說你這樣不行 他說你認啊 為什麼不行啊 我自己出錢 為什麼不行啊 我說你自己出錢是好事 你自己可以做護士 可是另外兩者 因為你沒有請錢 他們也不敢請啊 知道嗎 這個道理就是這樣子 來啦 啊你說 不請錢不是好嗎 當然是好啊 可是別一組都不敢請啊 可是他們進去沒有主理就好啊 啊 他說那怎麼辦 我說你照要請 多少錢你就請 啊你要護士 另外護士 這樣護士都OK了嘛 你請的大家都跟你請嘛 你不敢 你不請別人也不敢請啊 所以目前師傅講一段是很有哲理的 你好好去 好好去研究這一段話 真的 所以他說不管怎樣 實際常常就對了 真的就是這樣 好 這是第五遙 很好喔 尋找有些人 會有大同理解的努力 可是這一段過程非常地堅持 非常地暗 所以你要先好討論後效 只要你肯付出 剛開始是空的 可是不要緊你經過五年 經過十年 你看到開花結果了 你會消失啊 這個就是給我們 推廣大陸人很大的信心啊 好 尚九雅也是很好 同仁與交文毋 同仁與交智慧得也 交就是交外到處營友 所以消掉自在 看看一切 為德呢 尚九雅跟善愛九三雅不相應 智慧得也 所以叫做為德 所以 第六遙 代表了已經達到世界大同了 好 各位前寫 你今生今生大方出道 達到世界大同之後 你要做什麼 一定要趁燕再來啊 對不對 為什麼要趁燕災呢 我們算過那個 白雅琴的石印了嗎 我們現在就 就是什麼 五位交替嘛 白雅琴的時候 是五的那個會死嘛 現在五位交替 五位還沒有交替過去啊 只是五位的最後這一段時間啊 所以我們就是白雅琴的那個什麼 先鋒 好 白雅琴還沒有到 可是你已經窩窩圓滿回去了 等到白雅琴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 趁燕再來 第六遙就是叫你再來啊 一定會來啊 你放心好了 肯定會來 現在會咧 一定會來 你是來的時候 你是白雅琴的人主 還是白雅琴的人種 還是白雅琴的什麼 那個要看你今生今 是像豐富有多大的 賽斯不是講嗎 你今生今就有求到 然後呢 修成正統 就是白雅琴的結果呢 你來的就是在批訓了 好 如果理工可不夠咧 就是白雅琴的一個人種的嘛 好 所以就是一定要正面再來 所以就好像孔子 周遊雷口 萬元王家幾世 所以那時候 周遊這個孔子 為了世界大宗的理想 他真的喔 全部都放下了 如果我們有看那個孔子 我們就知道 那個很心酸的 孔子就是三千弟子嘛 很多 然後呢 有一次喔 那個他 他 羅蜀狗啊 就是當大官喔 結果呢 那五國的帝君呢 沒辦法一個 結果他就想要放棄了 放棄他想要去周遊雷口 大公不做了 就去周遊雷口了 去周遊雷口 他的我問他一句話 要去多久 什麼時候回來 我們看那個影片 孔子沒辦法打啦 你知道嗎 那怎麼打啊 出去不知道會不會死 還是不知道會不會死 都不知道啊 然後出去 到底怎麼樣 也不知道啊 所以這個都沒辦法計畫 沒辦法預測 都沒辦法了 所以孔子 涼涼 你別問說 當時要回家 沒辦法 所以各位先生 你知道孔子 現在一出去 有十幾年耶 都沒有回家 你知道嗎 所以各位姐姐 如果你是他的太太 一定會 是不是啊 萬坦西啊 真的啊 所以你看一個聖人 他的背後一定會 很重要這些人 在領著他 扶著他 那時候孔子回國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太太已經死掉 真的 所以你看 要達到一個理想國 這麼多人犧牲奉獻 都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你看看 所以他一定要望遠方向 你望遠方向 望不下的話 今天孔子 就不是真正的孔子了 他也是因為這樣子 你說這樣好像很殘忍 不是殘忍 這個叫做 化小愛為大愛 知道嗎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要隨喜的地方 你把家裡都照顧好了 然後呢 你把家裡的愛 化作大愛 然後你趕快去大方主導 所以 我們現在在研究同人化 就是我們在修半道的精神 所以一定要趕快 可以做的盡量去做 可以幫的盡量去幫 不然一樣現在疫情 沒辦法出去了 真的 沒辦法出去了 因為出去很麻煩 第一個你要打針 要證明 你才出去 出去那邊 還要隔離 各位先生知道嗎 我們現在如果去大陸 要隔離15天 然後要自費 一天500塊人民幣 找個花密盛光門要開花都找錢 然後又回來又隔離 又隔離了14天 你看看 所以現在完全已經幫我出去了 所以你看 這個 也是一種天意 這個之後呢 可能會讓我們更積極去大方主導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災難這麼可怕的 所以世界大方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 你要達到世界大統 第一個就是我心成大統 你心裡自己成大統 就是你的真人跟假人要共同好 有人同心 所以你的心大統了 再來第二個階段 人人心成大統 就是說你已經開悟了 你也對別人開悟了 讓所有人都可以心成大統 然後天下為公 世界大統也 這樣才可以真正達到 弘子說的天下為公的一個理念了 所以同人館就是要達到 世界大統的理想國 所以這也是很好 他說願未了 成願再來 因為你這一次就是來做宣封的 等到世界大統的那個白羊已經到了 你還是要再來大幫主導 那時候就還有我們的工作 所以因為什麼叫願未了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來到人世間 還沒來之間 我們就在老母的面前立願了 所以老母慈悲 我這一次下去就是要大幫主導了 老母慈悲 我這一次就是要做什麼的 我要做講師傅 我要做壇主 我要做什麼的 然後你越花下去了你就來了 那來的時候呢 變未了 比如說你發驗到度一千個人 可是你只有度五百個人 還沒有做完 下一次還再繼續做 就是要變未了啦 所以要再趁便再來 所以最後的季寇佛宮講 只要有水洗 人生就會很充實 只要肯用心的話 生活就會很美滿 只要肯奮鬥呢 生命就會晃光彩 只要肯付出呢 心靈就會很喜悅 只要肯包容呢 一切就會和諧 只要心存感恩呢 就會無面無悔 只要心存大安呢 就會無師無我 所以各位姐姐 為什麼要秀這一段給大家看 因為達到世界大同之境啊 就是一定要達到無師無我 你今天要想要成就聖道 一定要達到無我的境界 什麼叫無我 就是說你做的事情完全都是什麼 為別人 不是為自己 這樣你就是什麼 就是佛的一個表現 所以這個就是大同掛 同年掛大 大概的一個含義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的 很多不准的忘記我們主持社會的文化 也請各位淺淺的通通觀看 最後公主大家 身體健康 貫出如意 大陸王長 很厲害 謝謝